黄胜一蹲下身,一脸宠溺摸住布布的头发,请注意或撕咽的反应。 妈妈是超人3正在火热上映中,一转眼已经到了最后一期了。 大家有没有舍不得这些萌娃们呢?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四组家庭接到了节目组的邀请,即将要前往超人妈妈联盟底。 四组家庭聚在一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?每个门娃可以说都特别期待,因为他们虽然录制的是同一个节目,除了大林子和安迪之外。 其他的小朋友都没有互相见过面。 他们也对这一次齐聚一堂充满了期待。大林子在车上就表示想见到安迪。 此时妈妈邓莎还表示你不是还想见到布布吗?大林子立刻害羞地把头转向另外一边。 而安迪的回答则让人非常的意外,他脱口而出想见的人居然不是大林子而是亨。 安迪直言他喜欢亨。这一句话让人非常感动,安迪终于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了。 。 与此同时,吴亨也是非常期待见到安迪,嘴里还念念有此安迪哥哥。 很快邓莎率先到达了超人妈妈联盟地,他和大林子在一旁等待其他家庭的到来。 随后黄胜一和安迪也来到了超人妈妈联盟地。大林子看到安迪后,兴奋地向安迪飞奔过去。 黄胜一看到大林子后也问大林子还记不记得他。 此时大林子开心地摇摆了起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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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后霍思燕和亨迹直向他们走来 此时安迪看到亨迪后非常激动的大喊 亨迪一个人拉住行李箱默默坐在妈妈和思燕身后 安迪还热情的飞奔过去做事要帮忙搬行李箱 谁知突然摔了一跤 贾静雯和布布最后姗姗来迟 亨迪一个热情迎接 此时布布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小朋友 他一脸的害羞紧张 黄胜一和霍思燕静芝走上前去 黄胜一和霍思燕静芝走上前去 迎接贾静雯母女俩 黄胜一看到布布后立刻蹲下身 一脸宠溺摸住布布的头发 黄胜一对布布说 你喜欢安迪吗 此时布布一脸猛的盯着黄胜一 随后露出害羞的表情 请注意霍思燕的反应 霍思燕居然一个人站在不远处 呆呆的望主布布 霍思燕谈言不不比电视上还要好看 超级温柔 他表示非常喜欢布布布布 就像天使一样的小宝宝 看来霍思燕也是非常喜欢女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